大家好,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今天來拍一個 我在網路上看到有些網友在說 特斯拉接下來可以透過什麼方法 然後做出像納智奇還是說Toyota 它有一個全景的畫面 我們測試在中央 然後旁邊就是它的一個全景 特斯拉全身有八個鏡頭 理論上應該是全部都拍的到 當時我在下面回覆辦不到 就有問說怎麼可能辦不到 我就覺得說講太多也沒什麼用 我們直接實測給大家看 那我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特斯拉在鏡頭部分 前檔玻璃這裡 它有三顆鏡頭 這邊有一個主鏡頭 廣角還有一個側距的 那它在左右這邊 它是照車後方 就是我們有點像盲區 在使用的一個鏡頭 那在車側呢 它其實是照側面 但是它有一點點往前 那後方還有一個往後照的攝影機 應該是全部都拍的到對不對 那實際上呢 是因為它這一顆鏡頭 它是有實角的 至於它的實角是怎麼樣 接下來我們進車子裡面看看 接下來阿達教大家 怎麼去看車內的鏡頭 那如果說有在開特斯拉的人 應該知道說 現在如果你是比較新款的車 大概是在21年之後的Model 3 都有這個功能 就是你在APP裡面可以看 車前跟車側 還有車廂內的一個鏡頭 那最近的更新呢 它開放了 可以在車內直接看那個鏡頭 那其實這個功能 就是讓你看說鏡頭如果有時候它會爆錯 譬如說它會跳出鏡頭髒了 那你可以在這邊直接查看 那怎麼看呢 我們直接點到這邊 選單進來之後有個維修 維修之後你往上看 它這裡有個鏡頭預覽 我們點進來 看到沒有 這只有我跟我家攝影 這邊它有幾個鏡頭 我們先去到主要去 主要就是我們這位車前的鏡頭 那除了車前以外呢 它有一個網角 它會連這左右兩邊都拍到 第三個就是聚焦 這就是專門車鋸雍 接下來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左右的車主 斜後 就是我們左右後方 然後還有一個後四人 那現在我請小助手 來幫我們做一個範例 好大家可以看到 你們小助手在前面 那正常是拍得到 那接下來往右邊走 好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呢 它雖然還是在我們的右前方 但是呢 在主鏡頭 已經看不到了 但是我們切換到廣角的時候 它會出現 有沒有看到 但是它這邊 是有一個A柱擋柱 點這個右側前門柱這裡 大家有沒有看到 所以我女兒在那一邊 但是呢 它是沒有出現的 好 我再往右一點點 有沒有看到 出現了 它概略位置在那邊 但是跟主鏡頭 它是沒有的 所以呢 它這個畫面是沒辦法剛好 湊成一個360度的魚 它在左前跟右前 大概有一個夾角 大概是15度左右 所以呢 它是沒辦法湊成一個全景圖 那可能很多人會說 那它不是有一個廣角嗎 為什麼它不能用 雖然說它這邊有出現 但是因為它這邊又被A柱擋住 所以呢 特斯拉不太可能用這個畫面去拼湊 它拼起來的圖 還是會有這個角落 它連下方我們的這個都出現了 所以呢 這就是特斯拉為什麼 它沒辦法湊成一個360 全景畫面的原因 看完阿達剛才講的 你會覺得說 那特斯拉是不是永遠都沒有辦法 做一個環境的功能 其實也不是 就是說它沒辦法做成像 我們有影像的一個全景 但是它可以做一個虛擬的 大家如果有看過像 FSD Beta的話 它在停車場 它的車是在中間 然後它四周 就會出現其他車輛 其實就跟我們召喚是有點像的 但是它了不起 就是做一個虛擬的全景 它沒辦法做實際的全景 仍然只是來說 我是覺得 還是堪用 只是說 你要求它做一個類似像 福特之類的那種全景畫面 是做不到 因為它有缺角 那以上 為大家簡單的科普一下 這個功能不是不能做 只是說 它沒辦法像我們想要的方式 任何效率呈現 那我是電腦阿達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 跟開啟小鈴鐺 有什麼意見 也歡迎在下面提下意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